韩国又一亿人去世 一次自杀身亡 这已经是韩国4月份 第二个自杀的明星了 8天前 26岁的韩国演员 郑采律被发现在家中去世 昨晚 阿斯特尔成员文斌 被其经纪人发现在家中死亡 年仅25岁 接连两个艺人离开 网上又掀起了 对韩国艺人超高自杀率的讨论 让人不禁疑惑 韩国娱乐圈到底对明星做了什么 才会导致这么多明星自杀 韩国人口只有5000万 可爱豆练习生数量 已经突破了100万 也就是说 韩国每50个人离 就有一个是练习生 从这期还没跨进娱乐圈门槛的练习生们 我们也能窥探到韩语残酷的一角 从练习生签约公司开始 不管是训练还是包装 全都是自费 没有钱也没关系 公司可以借给你 但是出道后赚的钱 必须优先还给公司 很多练习生为了攒钱 白天训练晚上打工 凌晨两三点才睡觉 是尝试 而韩国的训练有多么残酷呢 从早上五六点开始 练习生就要起床称体重 179的男生体重必须在110斤以下 身高158的女生体重必须在76斤以下 一旦超重 就会遭到老板狂风暴雨般的言语羞辱和肢体折磨 然后再把午饭晚饭减半强行减肥 在韩国练习十几年没能出道的人比比皆是 长期减肥很容易患上厌食症 甚至还伴随着其他疾病 在韩国三千个练习生里 平均只有一个人能出道 在这种激烈的竞争环境里 他们患上抑郁症太正常了 可成功出道的idol们面临的就是康庄大盗吗 不 他们只会受到更加残忍的剥削和压迫 刚刚去世的文斌身体早就出现了问题 之前到泰国参加巡演就差点晕了 可他照样还得参加个人粉丝见面会 公演演唱会 他在公司眼里不是人 只是一个会说话的赚钱工具 而韩国女团的遭遇只会更加悲惨 斯黛拉早期走的是清晨路线 可惜无人问津 为了博眼球 老板强行要求他们走性赶风 拍摄的MV也是大尺度 他们虽然一炮而红 却长期面临着异样的眼光和网爆 有人患上抑郁症 有人被迫退圈 女性张子言留下的长达230页的遗书里 也揭露了韩语的黑暗 张子言被公司骗着签下合同 只要违约就需要赔偿高额的违约金 因此她成为公司的提现木偶 被公司要求出去接待财阀 为了防止她怀孕 公司还强迫张子言做了结扎手术 在她列出的名单里 除了财阀还有企业高管 媒体高层 可伤害她的那些人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韩国的娱乐产业很发达 可韩国艺人是一种极其可怜又可悲的存在 门槛高 存活周期短 是粉丝眼里的商品 也是财阀手里的玩物 没出道的练习生是备用商品 出道的idol是公司的摇钱树 公司会拼命地压榨他们 让他们每天跑通告 榨干他们最后一丝价值 一旦他们不火了 公司就换个人继续压榨 循环往复 在这种高强度的压力下 哪怕是一个乐观开朗的人 也很容易患上重度抑郁 最终走上绝路 这是资本的丑恶 泯灭人性的资本 可要改变这种现状太艰难了